OK 今天打算嘗試來更換這一個水龍頭 那它也沒有說有多大的缺點啦 至少就是說這個看起來很舊了 應該也有十幾年以上了 然後它會滴水 正常這樣就OK啦 再大一點 再大一點 這邊會滴水 所以我們困擾了 所以打算把它換掉 好 那等一下會介紹一下我用什麼工具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嘗試更換 希望可以很順利 那因為這邊水龍頭呢 也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把那個水源關掉 所以因為我住在樓上 所以必須頂樓去頂樓 將那個水源先把它關掉 不然等一下關的時候水會噴出來 不太好 好 現在上樓去 我們到了頂樓 基本上就是 你必須將這上面的 找到你家的水錶 然後這上面那個有一個開 那個一樣開關 我們必須把它關掉 好 那我們找給西把它關掉吧 OK 我們必須去樓上 將樓上的水蒜把它關掉 那看起來我還沒完全的關閉 所以等一下我必須再用活動反手 再轉稍微緊一點點 但也不要太緊 因為怕把上面的水蒜 關壞掉 OK 再一次 OK 那個 因為我剛剛有到浴室 把水龍頭跟廚房水龍頭打開 確定都沒水 那這應該是一量的水 那水也不多 我就不打算在樓上 不然水蒜了 就直接開始更換了 那更換的時候 我們需要一些東西 這一個 就是管錢 當然新的水龍頭 還有一個汁水袋 那 等一下我在纏繞的時候 我們再來看一下好了 OK 水差不多快沒了 好 先將這一桶水倒掉 然後呢 我們把水倒掉 OK 希望可以趕快把它換掉 好 先用管錢 夾住它 這樣是順時針 這樣是逆時針 反正夾住它就好了 夾住 試試看喔 給它 不行 再一次 好生鏽喔 再夾一次 夾到 夾好 夾滿 試試看 OK 好 轉動了 卡住 那沒關係 我們就分多次 來 第一次買 對不對 好 沒關係 來來 好 然後 再來 我也不知道要換多少時間 欸 撕中了 喔喔喔喔 鏡頭烤掉 撞到撞到撞到 來看一下 第一次買 總是手忙腳亂 那我們現在要纏繞這一個水龍頭 龍頭 那 那 會有人都問說 到底幾圈呢 那其實 你看 這Type C5 分叉 好 那也沒有所謂幾圈啊 那如果一般的話 金屬的話 大概你可以纏到個20圈左右 那 記住 其實你前面的翼啊 不要包到這個Type C5 OK 那你要順時針轉 那我剛剛那個 這樣子是錯誤的 我會把它翻過來 OK 好 順時針轉 這樣子 OK 順時針轉 好 那 一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喔 包到一點點沒關係 十四 十五 包的不是很好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OK啦 十九圈也可以 那其實不是幾圈的問題是 最後你要不要收一下 然後呢 其實 最好是讓它都 不要有這個螺紋出現 平民的最好 那其實沒關係 因為家庭的舌壓不是很大 我覺得這樣是不會漏水的 好 我們等一下來試試看 好那我們就把它鎖進去 那這邊 有漏點牙OK 鎖進來 泡住 一樣算直針 好 是不是很簡單呢 你看 很簡單吧 水關住了 那我們可以再用這個 基本上其實用手鎖 我覺得就夠力了 不用再用到那個什麼 管錢 OK 你看這邊都擠壓出來了 所以可以很肯定的是 像這樣有點過力過頭 好 不管 看一下 會不會太緊 會不會太緊 因為怕把牙弄到崩掉 那就麻煩了 等一下 好像有點緊耶 好沒關係 那我們就稍微讓它緊一點點好了 OK 因為你手的力量 也不是很有力啦 好 反正 好 我們去樓上打開水龍頭來看一下 好了 水龍頭換好了 剛剛也去樓上 將那個 止水山重新打開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這個水龍頭換的 之後還會不會漏水 有沒有看到 可以再 近一點你看 OK沒有漏水 沒有漏水 好嗎 OK 這個不是漏水喔 這個是水 而是那個 刀出來的 那我們再開大一點來看 有沒有 多少一點 OK 好 那更換水龍頭的方式其實很簡單 那在這邊給社會做一個參考 那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留言大家互相討論一下 謝謝觀看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對您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點讚跟分享喔 對 謝謝 我們這些人 可以講解嗎 所以我們進來一點點 過分